好 国会10天前解散 那各界的焦点都转向了提名跟投票的良辰集日 那选委会即将在今早的10点召开会议 那更多相信我们马上连线人在部城的本台记者洪美玲 来预先了解这场会议有哪些重点 美玲请说 是的 文杰 选委会将在待会的10点召开会议 预计在中午12点就会召开记者会 正式宣布有关第15届全国大选的日期等等细节 那这一次的大选有别于以往 第一点 这一次有10个州署没有举行州选举 其中6个由伊党还有新盟执政的州署选择不同步解散州议会 另外4个州署则是在过去两年已经提前举行州选举 第二点要关注的就是水灾课题 那外界普遍认为如果要避开这个水灾还有季后风季节的话 投票日最好是落在11月中旬之前 但是呢 今天已经是10月20号了 那距离11月中旬呢 只剩下大约两三个星期 所以竞选期会有多长就值得关注一下 那在过去的这个选举呢 曾经我国最短的一次竞选期是只有8天 当时候是2004年的全国大选 那至于2013年的全国大选呢 则是15天 那来到2018年大选的时候呢 则是缩短到11天 那这一次会是多长呢 待会12点就会有宣布 另外要值得关注的就是投票日 那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双一届大选呢 投票日是落在星期三 也就是工作日 而不是民众选民比较方便的周末 那基本上大家都很期待说投票日可以落在周末 方便民众 那关于其中的这些具体的细节 还有正式的全部呢 同样的等到12点的记者会就会揭晓 那更多有关新闻还有详情 记得要留守12点30分的八度空间五节新闻 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棚内的文杰 好 没有错 竞选期的长短 还有这个投票日会不会落在周末 都是我们值得关注的 谢谢美玲从现场带来的第一手消息 我们下集完